哩哩哩哩哩哩 哩哩 在這個系列 我們會用兩年的時間 由零開始學結他 經過深山的修煉 和羞恥度的挑戰 目標是完成考獲百級的挑戰 大家好,歡迎收看小聰學結他 我們來到第六集了 YEAH 第六集我們要做什麼呢? 第六集我們要說一下我這個自學的進度 來吧 自學進度我之前買了568 568 四本書 頭兩本是第一天已經走光了 這本我覺得這本實在非常好 已經是很適合我的進度 還有它設計得很好 我再說說這本書的設計 首先它有很多首歌 而每一首歌上面都會有一個簡介 譬如這首Toy 它會一開始說它在哪裡找出來 因為這本書叫做文藝復興 幾百年前 就會說它在劍橋大學的圖書館找出來 還有它會說建議速度 建議速度這件事是很奧妙的 建議速度來說它這裡寫BPM 就是bit per minute 這件事有點奧妙的 因為拍子機這件事在貝多芬的年代才出現 貝多芬是古典樂器和浪漫樂器中間的音樂家 這是文藝復興時期 文藝復興時期是在之前的 所以文藝復興時期是沒有拍子機的 但它也會有一個建議速度給你 所以我覺得跟著它是不錯的 最重要的是自律 自學和自律都有一個字字 我們怎樣自律的呢 就是每一個星期加兩首歌 在前面的歌曲 每次彈完一次就畫一個正字 即是加入環 譬如這首已經彈了... 彈了多少次? 5加3就多少? 這個彈了8次 每天彈一次 你彈10天就會兩個正字 當你填了兩個正字的時候 就好像這首 你就開始可以對拍子機了 因為你已經熟了 如果你一開始對拍子機的話 拍子機走太快 那就是不行的 你開始彈了10次之後 就開始有些像握 就可以自己去對拍子機 譬如這首建議是144的 我就由90開始彈起 每一次就慢慢加快 90、110、144 直到標準的速度 為什麼要彈一個標準的速度呢? 因為如果你彈得太慢 其實有些東西是學不到的 有些東西要靠你自然的反應 要反應得很快 你才會掌握到那個技巧 拍子機 叮 如果你沒有傳統的拍子機 其實電話已經有預設的拍子機的功能了 古老的拍子機是要有層次的古老 但我喜歡用舊東西 舊東西 我們試一下對 他建議速度144的 我們試一下對慢的感覺 我們這次開了拍子機隊 大家一起聽一下拍子機的聲音 叫做拍子機 馬就房東 靠北 、靠北 ,靠北 溜通 、靠北 、靠北 聽得 過 3 3 來 我們說一些物理的東西 共鳴 只要跟結他的弦發同一個聲音 它就會形味 會折 例如這個 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到 聽不到音樂 給你看 試一下小禮按共鳴 究竟我家有多少樂器呢 試一下小禮按共鳴可能會明顯一點 因為它高的音樂 譬如你這個 你發這個音 是鏡頭前面的 聽到嗎 沒有 好 今集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讚我們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可以分享我們的影片就更好 好了 已經團結了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Bye